这是一只熊蜂? 没错,狗熊的熊 因为它和熊一样,有一身厚厚的绒毛 胖胖的身体和其他蜜蜂无法超越的体重 这一切都是为了挺过海拔三千米苦寒地区的冬天 没有多少其他昆虫能够做到这一点 毕竟在这里,连奈寒的真叶树林也停下了攀登的脚步 所以,等到春天,高原上的这片由奇珍一草组成的花田 就是熊蜂的四家花园 突然,它被这个特别的植物吸引了 它叫韶兰 为了适应贫瘠而寒冷的环境 它没有香甜的花蜜,也没有迷人的芬芳 它却像极了蜂王产卵的洞穴 让熊蜂执迷于它的容颜无法自拔 即使是落入量身定制的陷阱 逃出陷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必须要付出那么一点点代价 但侧臂异常光滑,没地方下脚 恍惚之间,它看见入口相反的方向 不满绒毛,正好用来攀爬 熊蜂那身厚厚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韶兰的花粉 这个出口也是恰到好处 让体型硕大的熊蜂必须努力挣扎 最大限度地带走花粉 但是健忘的熊蜂,马上又被另一个产房吸引 于是在不断地落入陷阱和逃脱的过程中 熊蓝们完成了生命的延续 我们的勺兰都会准时在这个季节盛开 图图Kids问答时间 小朋友,你还记得勺兰用什么办法 吸引熊蜂来兽粉的吗? A,香甜的花蜜 B,外形像产房一样的花朵 记得把答案回复到评论区哦 图图Kids自研的超级车队之拖拉机已上线 下载请在各大应用商店搜索超级车队 扫描二维码也可以下载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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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